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九十五佛 就有智慧的死就如来 所以文王偷了八百步 就停了 我也不偷了 不走了 江泰公若是八百零一 这个就不是知心者 所以这个处处都有残疾 那我就跟赞叹 他是江泰公钓鱼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那块地又被政府收走了 收走了 就搬到门头沟的那里 都没有房子 就在洞里面 那八九年前要我去 参观的时候 说 黄老师啊 你怎么又躲到洞里面来了 洞里面来 还是要把你拖出来 请出来 该下山了 要来成就鬼谷子 他的智慧 在世间一起来共转法轮 等等呢 他讲了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吧 所以 他们的那天一个寿口院 一个就是工厂委 那也是会长 他呢 寿货公苏 我们大家大声的喊 只有你在这里 你所讲的 我眼泪我烈水出来 若是我们的国家 都能够 凡事心平气和 一部一部有内涵的讲开示的时候 我相信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就是这个道理了啦 所以我们养贤续才 正名义得高尚旗志 天下太平 所以我一直要我们的法师讲师们 一定要训练 一定要自我要训练你们的口才 在杨院长 在今年6月19日 农历6月19日 18日晚上 在着陆 贺碧 晚上呢 他会参 贺碧市政府 他们统战部长 我们就坐在一起请客嘛 请了那天要论坛的人 那一些贵宾 那这一位统战部长呢 就跟杨院长说 奇怪 你们台湾 你们在演讲都不要一直都不要看稿 你叫我拜你为师好不好 要拜杨院长为师啦 杨院长 当然 拍摄啦 事实上 你拍摄 人文 人文观品德嘛 品德教育嘛 那一定要先拍摄这个嘛 不要说好嘛 没嘛好嘛 对不对 既然在大陆他们要去学啊 所以我们的法文 一定要有我们法文的精神 我们要学习以柔课纲 在十年前 许日清老师 原音法师 带着我们的合唱团 到大陆 北方 北方呢 他们唱歌的很高亢 合唱团都很高亢 好 你如果听了 你开始了 我们第一次听了还要怎么办 徐老师 不要急 我们用以柔课纲 好 你带着柔 两位照出来 好 那么我们要唱的 满春风 他用柔和的唱 结果 他们呢 都是全场的 借礼合作 大家的鼓掌 后来变成好朋友 他们合唱团了 那些呢 就到台湾来取经 就来和台湾的这些交流嘛 所以我们希望呢 我们各位法师们 你们这个平常就要自我练习 还好你们现在大家都有开阔了 好 现在你们的讲 发表 我很欣慰 但是还很多还要加强 还要加强 希望各位你们把好的 这个 你们手务的把它提出来 好 我们还是录起来以后 一定要做成专案 专辑 像这一次 我们7月24号 南天门 开南天 三十一周年 落成 那三天呢 大家把你们的论文都禀报了 我还要找时间呢 你们一一的 我坐在那边 幻听你们讲给我听 好 再讲给我听呢 我要当听众啊 好 你们讲给我听 咦 我有时候也可以受教 但是 你们不要把我 伴得太大 伴得伴去 那也不好 我们实实在在 我们的法门 就是实在的法门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请袁隆法师 他来担任了 本来 洪世耳啊 执行长 又说他 他回来 不回发动 有缘呢 我说没有关系啦 反正他还到大陆 这一次去 好多的 到天津啊 到北京 去交流 我想我们的法门 很快 会到大陆 和大家以法会有 以法会心 以法会菩萨 好 在这里呢 祝各位呢 你们今天的论坛 能够 大家圆满 好 我等一下 来到天津市 明天开始 法会了 好 你们录起来 再copy出来 让我来 我会来看 好 在这里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我们敬爱的师父 为我们开示 也给我们勉励了很多的事情 我接到 执行长 洪执行长的通知 要来当主持的时候 那师父也开示说 这一次要跟师父一起去门头沟 有一些事 原本在两年多前吧 就要在门头沟那边开课 那因为师父顾及的门头沟那边 还有大陆那边 有很多的文字的流程过程 及申请的过程 还没有很圆满 所以就跟我讲说 还是稍微停一下 所以就停了两年 那在这次的9月8号正式的成立 那陈某师父要我跟他一起去这样 也非常感谢师父这样 我们谈到品德教育 就要从我们以前 我小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我入了那个学校的校门 一定会看到了四个字 那叫做理义廉耻 我也看到我们的 学校的每个教室 或者牆壁都会写上八德 忠孝仁爱 信誉和平 这时候从四维八德来谈 人文教育及品德 教育这样 一想到说 我们的《易经》的六十四卦的 第四卦 蒙卦 也是在谈启蒙 谈启蒙 他的意思是说 人从小的时候 就像清水 从高山上往低处流 有一天它流入了大海 它夹杂了很多 夹杂的沙石 树叶流入了大海 变成非常的浑浊 那也要从品德教育 我是一位公务人员 我是一位公务人员 我从事公务人员十几年 十几年 我在原本是在 在我们那边的一位市长的旁边 当秘书 当了十几年的秘书 我曾经刚刚跟我们很多人讲 很多人在台上讲的话 跟在台上讲的话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台上讲得非常的好 台下的 它的习性就出来了 后来我们成立了都了以后 成立了新北市 成立了都了以后 我就归于环境保护局 我从事稀查的事情 负责的是环境教育 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我常常去过很多的公司 很多的行号 很多的大楼 去看他们的环境教育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公务人员 从来没有帮对方开过一张华丹 很多人告诉我说 那这样不是有压力吗 没有错 我有压力 但是我告诉他说 开华丹不是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了解 我们如何为这个环境而付出 也就是我们读《易经》 为什么要读《易经》 是要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又可以帮助别人 我们的师父希望我们在台台上讲话 也希望我们在写更多的论文 确实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去 我前几天到了大陆北京 六号那天中午刚好有一点时间 我去一个图书会跟他们讲课 全部都是大陆的人 都是一些企业家大陆的人 我发现到我们用意非常厉害 但是我们讲义真的没有办法 跟不上别人就是确实的 但是问题是你如何用意 我们要努力去学 所以我们才会 师父才会开启这个法门 希望我们等会来发表我们的论文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我们敬爱的师父花了两个愿 花了两个愿 一般大致上都说 我相信师父只花一个月而已 其实我们师父真正花了两个愿 一个是愿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那就是天上的愿 所以才有隆天护法保昌身 化解干戈习战争 第一个愿就是他替众生花的愿 另外做好事慢慢变好事 那就是一愿人生相疼爱 同起世界永和平 这是真正的 是花了两个愿 所以我们 我在跟师父 有时候跟师父聊的时候 师父常常告诉我们 我们人都有两岸 我在6月19号的时候 在银梦山参加论坛的时候 大陆的很多的学者 尤其是学习先秦始的学者 都在谈两岸 两岸都是以战争跟和平来谈 不然就谈台湾与大陆的两岸 或许国与国的两岸 刚好有个机会 师父要我上台讲了一段话 我也在这个地方用我的浅学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提的两岸就是 光明跟环绕 我没有用黑暗 我用环绕 知意者光明也 不知意者环绕也 用意者光明也 不知意不用意 不协议为环绕也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协议 我跟师父协议将近20年到18年了 我开班的时候 师父只要看到我 又问了一句话 你下一班什么时候开 我从我开班到现在将近12年 可以讲每一天都有课 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将中华文化道童告知 也就是在谈五官 所以我们现在一样来邀请 我们二届的师兄 是华师 黄丽英 也就是我们圆英华师 他开课的地方 离我们卢多道长非常的近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个秘密 我们圆英华师很少到卢多道长 借这个机会邀请他 谢谢各位 那么本论文的架构呢 来自于1991年 师父在贤佛寺所撰写的 《安心法药》这一本小册 那么个人在跟随师父的这几年里面呢 发觉到我们过去世俗所讲的 这个教育的一个概念 或是他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模式 其实就是我们走入维新圣教以后 我们听到师父告诉我们的修行 这两个字 因此呢在这一篇的论文报告里边呢 我们基本上把教育呢 跟修行呢 用同一个角度来解释它了 因此这个论文架构里边呢 主要的重点在谈到了 在《安心法药》这一本 师父所撰写的文章里边 谈到了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之所反省 那第二个我们要之所忏悔 然后反省忏悔之后 我们要懂得去实践 让我们不再犯过去所犯的错误 我倒觉得这在品德修行里边呢 是比较实际 而且比较生活化的这一部分 那因此在这一本的论文里边呢 首先它谈到了 那在座的我们大概都是跟着师父 学了义经 学了佛法 学了地理封水 学了祇世祖先等等 等等这种妙法 那么其实呢 整个在跟师父修行的这一段期间呢 我们知道那师父的一个教育呢 他是以毅经作为他一个主走 然后佛法为基础 那么一经地理风水 又是我们世间生活 所不能所切的一些生活的一个尝试 因此在整个维新圣教的教育体系里面来讲 其实是一个天然文化里面 非常完整的一个环节 目前在全世界所有的大学 包括美国的任何一流大学里面 并没有这种教育的一种体系的一个概念 因此其实维新圣教的这部分的理念 其实是非常珍贵而且宝贵 而且是全世界非常少有 而且是人类有文明以来很难见到的 当然我们的祖师鬼谷先师 在两千多年前 在云梦山所建立的大学 基本也融入了这个概念 我们知道鬼谷先师在云梦山 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体制呢 它非常完整 它有兵学院 尤其是现在的我们讲的是军官学校 它养成的是旁建跟孙兵 那它有商学院 我们说毛税的这个税服术 是现在商业谈判的一个鼻祖 那么当然它也有一学院 它毛蒙讲的养生的一个哲学 那当然它也有天文学 理哲学等等 生命学等等的一些个课程 所以其实云梦大学呢 是全世界到现在有人类文明以来呢 它是属于一个最完整的一个教育体系 或是一个教育机构 因此我们在医学上呢 我们讲说从 我们谈意是从阴阳来谈起 我们学佛是从什么 善恶来谈起 我们讲阴阳二气 五行生克 所谓恶五构经 那么在佛学的概念里边呢 我们讲到说是 善则有善报 恶则有恶报 所以我们讲说因缘果报 善因恶因 它所形成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么一经它谈的是 气素相应 因此我们讲天理之间呢 所以我们讲天理之间 就是宇宙的基凶 于人为贵 那么世事的基凶顺遂呢 其实呢 很多都是我们人心 自我所招请而来的 所以刚才 《言化法师》的论文里边谈到了 那么日本首相 他说这个天灾 是我们遭到了天前 它是有它的一点点道理 因为我们的人心的善恶 如果我们有一个光明的人心 那么上天应该给我们赐福 那么这个上天才值得被我们称为上天 如果我们的心是恶的 我们自然遭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灾恶 那我们圣教呢 从开南天以来呢 我们是以在座的同修都知道 我们是以实现世界和平为宗旨 我们所期望的是人类世界 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最终希望能够达成维新圣教的 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讲达成一个 亲近人间佛净土的这个大愿 那么为达到这个神圣的天子呢 圣教的宗师 火明师父呢 那么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以异学为基走 那么以佛学为中心 我们在服以地理风水 以及追根溯源的 尊世祖灵的这一个庙法 超度了万灵等等的庙法 那奠立了实现世界和平的基石 因此呢 宗师也开示了我们 学艺的学问 艺学的学问 乃是实现世界和平呢 它唯一的法门 那么《易经》各位知道 它是中国文化道统里边的一个精髓 或是中华文化其实唯一能代表的 其实就是《易经》了 那么上古时期我们知道 那福西一画开天再画辟地 从此以后我们人类就有得忙了 我们开始在研究《易经》了 所以我们讲说在论道人文 教育的这个品德教育这个项目里边呢 那我个人在这篇论文里边呢 我们谈到呢 我们应该在学艺当中呢 了悟世间的诸法 然后也唯有了悟了宇宙万法之源 然后体验了宇宙的万法 乃至于尽调和的责任 这是师父常常在讲的 所谓调和的责任 当我们的心歪了 我们的心不正了 那就失去了平衡 就没有尽到了调和的责任 那因此呢我们讲说是 我们讲说世间的万物 乃至于人心的和谐 是由于实体的调和 一直到我们心灵世界的一个调和 因此呢所谓的品德教育 就是在塑造一个心灵调和的 一个新的境界 当我们的心灵得到了调和 平衡了以后呢 我们就没有所谓两岸的概念 我们就没有光明与烦恼的问题了 因此呢我们最终应该可以实现 所谓人间净土的这个理想 那么佛说呢色空不恶 我们讲我们没有两岸 我们没有光明 我们没有烦恼 而色空不恶 所以意思说呢 虚实相应 佛说是色空不恶 那么易经是说的虚实相应 那么心灵世界的调和 其实是我们人文品德教育的 一个主要的课题 那我们圣教的弟子呢 在我们宗师的领导之下 我们树叶匪泄 为解救人类世界的苦难呢 我们全力地来专研了地理风水 以及佛学的种种的学问 我们也相信 唯有地理风水得到了调和 才能解决或避免各种人生的考验 以及凶灾的一个劫难 而有形地理风水的一个圆满解决 它有另外一个层面需要探讨 那就是我们心灵无形世界的一个地理风水 因此各位我们知道 当我们在进入维新圣教的时候 我们的试词里边讲过 我们要抛弃不满怨恨等等 黑暗的思想与行为 在无数处的 我们看到我们好多新的同修 进来以后的试验里边 是这么样的写到的 其实那就是什么 品德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此我们今天 借由各种不同的教育呢 来指导重塑我们心灵世界的 一种高尚的一个情操 那么在人文品德教育里边呢 我们希望建立一种顺乎天 合乎地的一种 一种自然的人文的一种价值观 那么在这个论文里边呢 我们主要把它分作了12个章节 来逐一深入讨论品德教育 以及我们现在所学的 医学 佛学 地理风水学之间 它彼此相应的一些关系 我想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边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要素 那么它第一点谈到 人文的品德教育 应该从学艺当中 来了悟世间诸法 各位我们活在这个世间 那么师父给我们的教育 世间法 世间法 师父不断地在重复了 所谓的世间法 如果我们在这一辈子 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世间法 修得非常圆满的话 我们岂有极乐世界 我们岂有未来 这是我为什么一直跟着师父 十几年没有想要退道 是因为师父的这个基础理念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有人说我们这一辈子 应该是受了很多的苦 我们来世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可是当我们要咽下 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如果你还欠到人家好多钱 你的家庭还是非常不圆满 我想极乐世界离我们是很远的 这个我深深地相信 我们在这一辈子 就应该把我们应该修的部分 就要修好了 我们不容许回避 不容许我们逃避 我们现世应该 我们要圆满的一些个 所谓修行 学习等等的一个天职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把我们的这film开音后 所以修行就可以了 我们还是希望繁築 在这一辈子啊 往后 Biblii 去吧 总共产典的一个人 好像没法 我能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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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